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下一届的大选 他们没有考虑这样多 他们就订最低薪金1100块 可是受惠的是谁 受惠的不是各位同志们跟各位同胞们 比较受惠更多的是外劳 我国有300万的外劳 增加最低薪金200块 看了很小 不多 可是如果300万的外劳 你给200块每一个人呢 一个月是6亿 一年是72亿 这个钱谁付 不是政府 就是各位同胞们 肯定会增加你们的负担 肯定会增加中小企业的整个成本 过后会引起我国的通货膨胀 最惨的是什么 很多外劳不会在马来西亚投资 他们肯定会印这些钱寄亏去 所以也制造很多外流的钱 七十二亿 当我们看到明年一直在批评国政的整个表现 那么呢 我们应该看他们本身州的表现 是否是那么完美 而槟城他们是制造那种形象 是这个州是谋大顶的 在马来西亚可以做最好的榜样 槟州政府讲 我们因为有效力 所以我们的州的贷款 已经减低从6亿3000万 减低到3000万 哇 这个是很大的数目 可是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债务团情 只是一个债务的重组 就是他们的债务全部转移给中央政府 简单讲就是 你买了汽车 没有钱还 你叫你父亲帮你还债 那么呢 你就跟你朋友讲 我的债务我自己还了 而这个父亲就是中央政府 第二点 往往我们听到槟城讲 我们吸引外资是最好的第一个州 吸引最多的外资 可是在2012年 他们的排名 是第七 你知道吗 所以呢 我们不应该被他们误导 甚至他们宣布整个州有一定的成长力 可是从2008年到2010年 虽然在中央方面 整个总生长是5.4% 可是在槟城 他们是负成长1.8% 所以明年的政策 经济发展的模式是什么 只是民粹的政策 虽然国阵不是十全是美 可是我们有蓝图 我们有方向 我们有经济的模式 来带动各位同志们跟各位同胞们 向这2020年的目标 高收入的目标 提高人民的生活数字